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繼續和大家講香港新聞 這一節繼續和大家調查 水警墮海 殉職女警林婉儀的案件 上一節跟大家分析過 現在有一群人渣利用林婉儀的命 利用他的死 達到他們自己的政治宣判 甚至乎 要利用他的命 拿來籌錢 這群人渣 就是把焦點轉移到大飛 危險 還有網民 恥笑 慶祝 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以前的政府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到底整件事是不是有人要出來 就是為事件負責呢 大家好像 被政府那個 招式迷惑了 大家沒有人去問責了 只是一位就說大飛冷血了 無恥 冷血大飛 當然是冷血的 人家在做生意 在走延時正在犯法 你們不是經常說兇徒 冷血地說人家犯罪犯 原來你覺得他們是熱血的嗎 你找給我看看 我很想知道 哪裏有些熱血黑社會 熱血大飛 熱血思囂 熱血獨囂 有愛心 熱情 負責任 對社會有貢獻 你找給我看看 整件事 如果不是 焦點到了慶祝那部分 大家會發現 少了一件事 就是沒有人對政府和警隊問責 全部都被賴落大飛 到底當日的行動 誰是指揮的呢 指揮有沒有出錯呢 還有林婉儀的死 他是不是被人謀殺的 他的死因有沒有可疑 還是他是自殺的呢 陳彥霖可以無端端在海裡撈上來 你說是自殺的 有幾個狗不撈白的 所謂證人 說的士司機 什麼交叉都認錯 然後一口咬定 陳彥霖自己跳海 為甚麼你這宗案 不用查 為甚麼這宗不是兇殺案 又或是為甚麼這宗不是自殺案 為甚麼關於大飛事 大家完全全看到那種雙重標準 你隨便跌下海 罵上來 平時你的說法是沒有可疑的 全部是死於自殺 為甚麼唯獨林婉儀跌下海 這次就不是自殺 你這次又隨便找兩條 濕溝 的士司機出來頂證他 當時就自己赤腳走下去 有時候你說起來是不是很火滾 這是甚麼糟糕政府來的 整件事 我告訴大家 假設林婉儀不是因為背後有甚麼陰謀被人扔下海 也不當他先自殺 也不把那三個掉下海的三個 同船的人 說他們是夾手夾腳弄死他 先撇除這些問題 撇除了這些問題 還要問一個大問題 就是到底你當日 怎樣指揮捷擊 那些走私的問題呢 你不是第一天知道那些大飛是經過強化改造的 全部都加了 6個引擎 甚至乎是被水警的多用途 追捷艇的性能就要高出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天竟然 林婉儀的艇 無緣無故追捷大飛 然後被大飛撞 是哪一個下命令 叫他去追的呢 整件事現在掩蓋了 警察自己的責任 跟典型高官 逃避責任制是一樣的 跟這個 水喉事件 又說是水喉像的事 然後輪到港鐵出事 又說是科文出事 這群人 現在是甚麼事都敢說得出來 實際上當日 是不是真的有大飛 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實來的 可能真的玩玩手 追就有追過 但是自己在那邊反艇 原來船買回來 背後可能是貪污 跟自己人買東西 買垃圾艇回來 然後就搞到反艇 如果是以往的那個香港 這些一早開死恩庭 要調查啦 雖然大家都知道 都查不到甚麼東西 官官相位 最後呢 死恩傳疑 林婉儀 我們這裡可以大膽斷定 林婉儀真的是枉死的 雖然她作為黑警 我們香港人 一樣會慶祝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對於藍絲來說 對於這個仆街政府來說 他真的跟 condom沒有分別 完完全全 就不會調查 警隊高層怎樣害死 這個女督察 事實上當日的指揮可以說得上是完全 錯誤 實際上根本 對付所謂大飛走私 絕對 就不是用這個小艇 去攔截 這個 97之前的外籍水警分享 那個經驗 指揮 實際上 對付所謂大飛根本 就不應該用這個高速橡皮艇 去攔截 換句話說整件事 就是指揮失當導致林婉儀 墮海死亡 換句話說香港警察 要負上全責 現在這班人 就是把他spin了去第二道 問責就不用問了 出來說傷痛 然後譴責網民 然後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難為他家人 還以為政府幫他 政府和警隊 才是害死他那個 冤有頭債有主 那句 林婉儀要找 先找你們 實際上 外籍的水警 就是分享 根本當日 不是 不應該用這樣的方法 做任何的難戰 根本那個 軍事上面的策略就是應該對準着 這個大飛的源頭 就是他的武艦 其實 因為大飛的續航能力是有極限的 最終 那個目標就一定 就是要去到一艘船上接應 前外籍水警警官分享 其實根本對付他們的方法就是要首先 鎖定了 那艘母艦的位置 因為這麽大型 走私活動 幾十隻大飛 一定會運到很多貨 一定會有人接應 接應的 多數就是一艘等船 或者是一艘貨輪 而且大飛經過特殊改造之後 根本 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非常之硬正 如果你竟然派警察那些橡皮艇去攔截 基本上派警察去送死 這次這件事就發生了 換句話說 就是指他去攔截的人 直接把林婉儀送到海 所以根本真正的流程 應該先鎖定了他的武艦之後 就是用直升機 再加上其他水警輪把他包圍 甚至乎把他佔領 當然很可能 船上的人就會棄船逃走 但是你就會徹底截斷了那個源頭 這件事還未完結 如果以軍事的角度去說 走私客就會損失了一隻母艦 或者叫母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軍事上就有重大損失了 因為母艦就沒有了 雖然他們很多人都不會被捕捕 但是一來一回 損失 就會導致大飛不敢 就像這次那樣 大規模出擊 就會導致大飛變回 好像原本那樣 晚上可能有幾隻大飛走一點貨 換句話說 就會逼他們回到 就是原點 換句話說 這個跟游擊戰一樣 實際上大飛 正在做的事就等於打一場游擊戰 如果有重大損失的時候 他們又會變回小規模出擊 那就會減低那個損失 換句話說 走私 快艇 一直在做的事就等於海上的 游擊隊 簡單來說 外籍警官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和訊息 就是 就是 你只要一直在海上跟他打游擊戰 其實他是不具備任何能力 將你永久地殲滅 大家保持著一個微妙的戰略平衡 所以大家幻想一下 用大飛回去香港救人 其實理論上 是一個可以實行的作戰 這次這件事就是清楚說了給大家知道 97年之前 根本就不會用這樣的方法 無端端走去攔截大飛 所以這次 徹徹底底 淚死這個女警林苑儀 就是警察 自己本身 這個壞蛋政府 現在甚麼都不負責 全都負責 跟噴水池一樣 用番茄舖弄得整個噴水池崩潰 大家細心點想一下 跟觀塘噴水池事件一樣 幾十萬買回來的垃圾 有人滴兩滴鹼液下去 說要關閉了 我們要做的就是想盡辦法 在有生之年將這班 含家產 驅逐 離開香港 明天11 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這個是示威活動 大家請注意安全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做好 每日的工作 支持六部曲 我們保持自律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